今次介紹京都奇緣祭有什麼必去必看必做的事 我覺得三謀被清作會行動的美術館 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多人都連銷一天 但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來參加 Hello 大家好 我是Claudia 我是Maiu 我們今天來到京都參加日本三大祭典之一的奇緣祭 今年是疫情之後第一個全面恢復的奇緣祭 我們今天來的日子是7月16日 也就是蕭先生的最後一天 我們今次藉著這條影片介紹京都奇緣祭有什麼必去必看必做的事 京都的奇緣祭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 已經有超過一千年歷史 每年都會吸引大約180萬人參加 7月可以說是一年入京都最熱鬧的時期 在公元869年 因為日本各地都爆發大型的傳染病 當時的人就開始舉辦奇緣祭 向白板神明祈求疾病推散 消災解壓 到了現在 奇緣祭就成為白板神社的祭祀活動 每年都會舉行為期一個月各種神道儀式和活動 分為前祭、主祭和後祭 一個月裡面最大的亮點 就是被登陸為聯同國教科文組織 無形文化財的三毛巡行 跟我們今天要去的瀟山儀式 AZUS ZenBook S13 OLED 機身只有1kg重和1cm口 配備多個port位和超大容量電池 完全滿足全日需求 還有軍規認證PEO防掛塗層 無論出去做事還是帶去旅行都不怕掛花 搭載第13代Intel Core i7處理器 32GB RAM和1TB SSD 還有Intel EVO平台認證 絕對應付到工作所需 加上Lumina OLED Display 同Dolby Vision及Dolby Atmos相應證 無論是家裡播劇、看電影或打機 高大給你親力其境的震撼感 極自輕 迎SendBook S13 OLED 一部電腦滿足你生活所需 奇緣制其中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要拿這個月朱印 而月朱印的意思 就是證明你參拜過和來過這個神社 在白板神社裡面就是可以拿到 奇緣制裡面期間限定才可以拿到的月朱印 所以大家如果來奇緣制的話 首先就準備一本月朱印象 我這本是剛剛在白板神社這裡買的 因為現在非常之多人會想收集這個月朱印 所以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個期間限定的月朱印 在紙上一早已經寫好了 大家就可以自己貼進去 作為你來過這個奇緣制和白板神社參拜的證明 除了白板神社有一個特別的月朱印之外 我們今晚會去參觀的那些山矛 都可以拿到山矛限定的一些月朱印 不過我就提提大家 雖然這些月朱印都是用來收集 以及用來紀念的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就這樣打個卡、印個印的心態 去收集這些月朱印 都必須要去神明那裏 去許個願 或是真的誠心參拜過才會拿這些月朱印 第二樣東西 來到夏天的祭典 當然是有屋台 其實在奇緣制的前制的蕭山活動 在京都的大街大行那裏 都會有風路的措施 然後那裏都會有屋台 但是因為我遇上之後 入黑的時候 應該全條街都會超級多人 這樣就已經很難買到 所以肚餓的話 你來白板神社也有很多屋台 這樣就可以吃飽了 然後才去看那些山毛 吃什麼好呢? 對比 好餓 又熱又餓 今天我三十幾度 三十幾度 一個是炸芝士腸 紅角的 滲牛來的啤 怕我逼得沒位吃 只會站在店裡的中間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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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質來說也不錯 很肥 而且它的筋位很多 都一般的 一般 如果它放了些鹹的桃椒 不如 叫一個凍姐 好啊 現在很熱啊 很熱真的 這個很少女的氣氛 上面還有一些巧克力 碎碎 少女的巧克力 好冷啊 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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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是嗎?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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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雪凍了 你看看 裡面是冰味 剛才的牛太失望了 我們決定不吃這間 都是滲牛 希望這間好吃 好吃 完全一定好吃 剛才說這個 反應 好吃 真的嗎? 嘩 嘩 好冷啊 好軟 剛才說是乾真真 這個還有肉汁 Juicy 香 這個還要是最近門口的一袋 大家不用走那麼多 哈哈 在奇緣制的前世蕭山 大概六點鐘左右 何元町一帶的馬路 就會開始封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 已經開始有很多人在 何元町一帶馬路 將會變成行人路 那些屋台就會開始出動 而且還有這個奇緣制的重點 就是一些山毛 奇緣制裡面的山毛 是一些裝飾華麗 又高大壯觀的花車 每架山毛都代表著 不同的神道和歷史故事 而在前濟蕭山的這一天 就會有二十三架山毛 停泊在京都四條通 和烏遠通一帶的大街小巷 大家就可以近距離欣賞 這些那麼有日本傳統特色的山毛 現在是六點半左右 那些路都封得七七八八 沒見過這樣的京都 可以走中間 很爽 還看到很多日本人在拍解牌 這個感覺很特別 好誇張 這麼多人 現在大家都走到烏遠的方向 因為那些山毛主要都集中在那一邊 我們現在就走過去了 這裡是風路 所以大家就要靠著走 我們終於看到第一座山毛了 在前面 好大的 大概是兩層樓左右 還有聽到那些人演奏 對 馬上很有氣氛 但真的多人 連銷一架 對 香港的連銷 因為現在兩邊都只可以一方通行 所以我們沒辦法靠近去看到它 現在在我們眼前 這個就是長刀 它是在那麼多座山毛裡面 最有代表性的 因為它頂上有一枝很長的刀 也都將會是明天的 三毛巡遊裡面 是第一座出場的 我覺得三毛被稱作會行動的美術館 真的一點都沒有錯 大家看到嗎 上面有些花紋和那些布藝 很多人想像這些三毛 是用一千年前的技術 而流傳到現在 而且呢 三毛的建造是一顆釘都不用的 還可以在三毛巡遊的時候 被四十個人這樣抬起行走 覺得真的很厲害 大家如果來到的時候 剛好是三毛巡行的日子 真的很值得看一下 而這些燈籠就是在燒山的時候 才會掛起裝飾這個三毛 去到三毛巡行的時候 就不會再看到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這些 燈籠掛起三毛做裝飾的場景 就一定要和我們一樣 在燒山的期間來才會看到的 可能大家都會看到 在三毛上演奏的 全部都是男士來的 傳統意義上來說 都只有男士才可以上去的 還有一些三毛開放給大家可以上去參觀 我們今天上不上去就不知道了 雖然這些花車被稱作三毛 但其實山和毛是兩款類型的花車 從外觀上很容易就分得出來 毛就是上面會有一枝很長的毛在上面 而山就是在花車上面 就會雪納一棵樹 就這樣看 山的這些花車通常都是西階一點的 而且都沒有人在上面演奏 這一格 這裡也有很多好產 伴侶 還可以給電子支付 好神奇 我剛剛就買了其中一個 三毛的種 這個就是握槌種 它就有虛尺、秘尺 不是守護你好運的意思 它好像是有可以吃的版本 但這個就是不能吃的 就是1000日圓 買了之後就把它放在家門口 圓關的位置 這個就像護身符一樣 可以保佑你一年的平安 剛才都說過 在每一個山謀都可以收集 各自山謀的魚豬印 這些山謀魚豬印 就會用印的方式 我們現在就去收集 其中一個山謀魚豬印 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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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第一個收集到的主人 這個鹹高麥就可以被人上去參觀 只要你給1000日圓就可以上去 而且剛好 就是女生也可以上去 女生也可以上去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 到底上去是怎樣 神租蛇 睡靠 你很像去 中山要電梯 d рад 我ellesee1千日圓 都是5秒 Catherine 5秒 沒有 不過呢機會真的很難得 超大的演奏 算是想到它嗡嗡的聲音 耳大聲已經耳鳴了 但感覺很苦陷的人 在下一步走 5秒 太快了 完全看不到裡面很仔細的結構 真的想看它怎麼木造 可以搭在一起 但時間太短了 只可以轉一個圈 但我發現買總加入場費是1800元 所以我們剛才虧了200元 在封了路的大路沒有屋台 但封了路的世界 就會有很多屋台 金魚、射滴等玩遊戲的攤檔 也有很多食物 有一個UberEat 送火? 那麼勇? 要射老闆了 不要射老闆 我剛才過了 我剛才過了 阿雲 500元買 pé 你 Hammay 量一下就看到 對呀 現在是9點左右 我們都時候參觀到山謠 七七八八 非常累 已經整天了 不過這個是燒山式的好處 是主要看的 kto是晚上 所以如果大家想輕鬆一點 去玩這個祇原際的話 不防夏年也可以燒山那yr天 來看看這些珊瑯 更難得的就是有些珊瑯可以上去參觀 而在珊瑯巡邢是做不到的 不過當然有很多一連串的活動 都是非常值得看的 例如今年17號的珊瑯巡遊 就是剛才我們參觀過的珊瑯 他們就會在京都的大街 用人力的方式去推行 是非常震撼和壯觀 希望下一年都有機會來看看 我們今天就參加了奇緣祭的蕭先生 我覺得它真的很有傳統氣氛 就是用人手做 而且是人手推過去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好像屋台 雖然人非常多 但是這個氣氛非常好 是的 奇緣祭在1000年前 就是為了驅散這個疫病而誕生出來 現在完了疫情之後 再恢復奇緣祭 非常應景 而且竟然都可以延續了1000年的傳統 所以我覺得 就算人非常多 其實是有點辛苦 但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來參加 希望大家下年都可以來參加這個蕭先生 又或者出了這條片之後 都可以參加奇緣祭的後製 那麽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我們接下來還會繼續分享 其他地方的旅遊資訊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這個頻道 和like和comment這條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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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